据朝中社报道,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于当地时间2月23日下午乘火车专列离开平壤,赴越南河内出席2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和会谈。 报道称,23日当天,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、金永南、崔龙海、朴凤珠等党和政府及武力机关干部在平壤火车站为金正恩送行,金正恩同送行的干部化别。 朝中社还证实,金正恩访问越南期间,朝越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和会谈。 据此前报道,金正恩此次访越是继其祖父金日成于1964年访问越南后,朝鲜领导人时隔55年再次踏足越南。 第一次金特会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。 据美国政府官员早前透露,美朝两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将就无核化的含义达成共识。 此外,美方还将推动朝鲜冻结全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项目。